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为了做一份Google表单 花了多久的时间吗 一提一提点一页的设计 然后自己想题目 分类甚至选项 还有分页 现在有没有更聪明的方法呢 今天我们就要来教大家 要怎么用Challenge UD 几分钟之内做出专业级的问卷 以及制作出Google表单 大家好我是阿汤 两年前我就手把手的教大家 怎么去制作出Google表单 不过里面我们是一步步的 从空白开始拉栏位 然后设计题目等等 到现在还是蛮多人在看的 不过现在是AI的时代 我们该来更新一下了 我们可以把这些花脑力的工作 以及花劳力的动作 稍微交给Challenge UD 今天就要带大家来从零开始 我们利用AI 来生成一份完整的专业级问卷 再把它快速生成Google表单 Evo呢我们在制作Google表单呢 步骤大概就是先进到Google云端硬点 然后点击左边的新生 再点击Google表单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输入标题 标题说明 然后以及相关的问题 然后再去切分分页啊 插入图片插入影片等等 那这些动作呢其实蛮繁琐的 全部弄下来包括问卷设计 你可能要花掉好几天在制作 甚至快一点的话 大概也要一两天左右 不过呢我们就要教大家呢 不只是呢 透过Challenge UD 来产生专业级的问卷内容之外 那也可以教大家呢 怎么将这些问卷内容呢 快速直接生成Google表单 让你不用再花那么多的时间 去一个一个慢慢的拖拖拉拉 慢慢弄出来 在开始之前 我们当然就是要先来 设计问卷的内容 透过Challenge UD 设计问卷内容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没有太大问题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小小的范例 比如说呢 像前阵子上市不久的 Samsung Galaxy S25 Ultra 那我们来想办法做一个 手机的问卷调查 那如果你是比较懂行销的人 你大概知道 市场调查问卷要做哪些东西 那需要调查哪些内容 这时候你就可以跟Challenge UD讲说 比如说帮我设计一份 关于Samsung S25 Ultra的市场问卷调查 那目标呢 是了解消费者 对于这款手机的兴趣 然后购买意愿跟竞品的考量 那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分成五大区块 每个区块多少题目 然后有题目跟选项 比如像这样子 有基本资料 对于认知 关注重点 价格接收贷 以及购买意愿 竞品的比较跟选择倾向 然后另外呢 再增加一个建议跟开放式回馈 也就是给大家留言啦 那这就是比较基本的问卷 如果呢你不是行销人员 你是刚开始接触行销 想要制作类似的问卷 不知道怎么去设计题目的话呢 我们呢 可以从更基本的再开始 比如说我们可以讲 请帮我设计一份 Sansom S25 Ultra的市场调查问卷 那我们就让他直接去设计就好 透过AI设计呢 其实他会针对目前的一些市场的问卷 然后做一些基础的内容出来 其实你会发现他做的内容 其实已经蛮不错的 比如说呢 呃 先记录一下基本资料 年龄范围啊 性别啊 目前手机是用哪一个品牌 你的预算区间是在哪里 这个就可以了解说 是哪些人 愿意呢 花这个钱 来购买你的手机 产品认知以及需求 你有没有听过啊 你如果听过在哪里知道的 那就可以知道说 如果别人是在 比如说YouTube影片 知道的比较多 那我是不是可以真的YouTube的部分呢 再多去做一些行销 或是其他广告部分 再来像是比如说 购买新手机 最重要的考量是什么 那这个就可以作为 下一代更新 或是升级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要 着重在哪个部分 其实像这样的问卷调查呢 你可以在很多产品那种 预热的问卷里面呢 都可以看到类似的问题 都是大同小异 那你可以看到AI呢 一次就帮你 设计完这样的所有的内容 那像这边呢有分成 一二三四 一共有四个页面嘛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它制作成 Google的表单 那我们要怎么去制作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先说呢 把以上内容整理一下 方便我制作成Google表单 那开头呢 我跟第一主题呢 把它分在第一页 剩下就是每一主题是各分一页 也就是呢 从标题到表单说明 然后到第1个基本资料呢 全部都会在第1页 接下来2 这个在第2页 然后第3页 然后这个其他建议在最后一页再送出 这种可以先送出一次 产生完之后呢 你就最后再做一下检查 那这个结构有没有问题 比如说标题啊 说明文字 然后小标题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内容都没有问题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下一个指令 接着呢 请帮我把这份问卷转换成 Google Apps Script的格式 用来建立Google表单 并按照刚刚说的分页方式 这个东西呢 你就不用管它 你就照我的贴上去就对了 Google Apps Script格式 那这些的相关的 Prompt呢 我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 直接让大家可以 Ctrl C Ctrl V 快速的完成 好 接下来我们送出给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就生成一段呢 Google Apps的程式码 这些程式码要怎么去使用呢 你先不用管这些内容 看不懂没关系 你直接按这个复制 把它复制起来就对了 这边有个使用说明 看不懂也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教大家怎么去使用 我们到了Google云端硬碟 然后去新增 在更多这边呢 可以找到Google Apps Script 如果你在这里呢 没有看到Google Apps Script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进到他的网站 也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像刚刚ChatGT 就有提供给你 script.google.com 你可以直接进到这里面来 那也是OK的 这时候你不用管它 就直接查看资讯主页 这时候你点击一个新的专案 进来之后 记得点击新专案 不论你是直接进来 或是透过了云端硬碟的这个 更多 进来都一样 点击新专案之后 这边有一个预设程式 在吗不用管他 不用管他OK 记得 我们直接的把它全选起来 删掉 贴上呢 我们刚刚ChatGPT 刚刚给我们的这一串程式 接下来按这个 将专案储存到云端硬碟 在这里有一个图示 储存完之后就看到可以执行 这时候我们按下执行 接下来我们开始等出现 审查权限的时候 点击审查权限 然后登入你自己的账户 同意就好了 这边就看到开始执行 然后我们等他执行完成 这样就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云端硬碟 发现了刚刚的问卷 调查就出现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点开来看一下 确认看一下问卷有没有问题 你可以看到你刚刚和ChatGPT 沟通这个内容呢 都已经显示在这边了 有没有 这边都已经完整显示出来 这时候你可以预览看一下 除了有一个小小的错误之外 就是这个区段 我原本是叫它 包含标题以及表单说明 跟第一个基本资料弄在一起 可是把它 分开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自己的表单 自己手动调整一下 像是区段的调整很简单 如果我们是一跟二的区段要合并了 我们在第二个下面这个区段 点击和上一个区段合并 这样就搞定了 接下来我们再重新整理一次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 表单就按照我们的需求 合并起来了 这是第一页 我们可以先大概来 圈选一下 如果你需要每一题都是必选题 你就是告诉它要产生必选 最后这个开放式选项 你可以自己要不要填都可以 再去提交就可以了 这样的内容 大致上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如果你有想要再做微调或修改 甚至再插入图片的话 就在自己 透过简单的操作 然后把 图片呢 再去把它新增进来 或是像插入影片等等 就是再做一点微调 这个问卷调查 就完成了 会比起 你一题一题慢慢制作 速度来得快超级多 同样的呢 如果你想要查看回应的话呢 除了点击这个回复 在这边直接查看之外呢 你可以直接按连结到 试算表 然后建立一个新的试算表 这时候呢在Google云端印铁这里呢 也会多一个市场调查问卷的这个回复 试算表 所有填的问卷内容也都会显示在这里 那就可以在这里呢 查看相关的回复 然后呢再去做进一步的分析 当你产生了相关的回复内容之后呢 接下来你要做分析 也可以交给ChatGPT 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再把它全部复制下来 或者是呢 你可以输出成 CSV档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CSV档案呢 上传之后呢 叫他呢把问卷调查结果做一下分析 然后用图表来呈现 好像目前呢 ChatGPT可以用图表呈现的方式 会变成相比较互动式的 还可以直接点击这个 展开Chat 然后这边呢就可以选择呢 你每一个项目 购买新手机的考量因素 只是呢这个文字呈现有点怪怪的就是了 这个我们可以后面再去 透过指令呢慢慢去做调整 不过大致上呢就可以以这样方式呢 从制作问卷 到生成Google表单 然后再从回复捞出来之后呢 去透过 ChatGPT进行分析 整个呢都可以一条龙的来搞定这些东西 甚至呢你做出分析之后 你可以叫他帮你产生 相关的Markdown语法呢 帮你直接透过比如说Gamma那一类的 简报服务 直接帮你生成一个简报 就可以变成一个问卷调查的简易的简报 使用起来呢是不是觉得更加的有效率了呢 而且可以做的事情更多 你会发现呢 其实呢ChatGPT或是其他AI工具 不只是聊天机器人 搭配像是Google表单这样的工具呢 它可以变成你内容的这种设计助理啦 行销问卷专家 甚至呢是教学的这种小帮手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别忘了帮这部影片按赞 订阅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呢 你下次呢还想要ChatGPT来做什么东西 那我会帮大家来想办法实现喔 那我不是拍电影的阿哥 下次见喔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